主肩膀痛 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川普总统 上了案以后 脚插了一样子 然后他扛起一个箱子 然后就看着那个位置以后就上路了 这个扛他的什么箱子 是美国的未来啊 如果川普总统不扛起这个 美国这个箱子的话 一个方的箱子 不扛起这个箱子的话 美国很快就人楼为第三世界了 就扛在一个箱子 扛在一个箱子 重重的一个箱子 扛在左肩上 他想如果我不主动扛起这个箱子的话 那个美利剑就成了一个第三世界了 成了一个第三世界了 如果我把它扛起来的话 那么那个美利剑 还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顶峰啊 顶峰啊 所以扛起这个箱子的时候 他在往前走的时候 那个外星人跟天人啊 咻咻咻咻咻咻咻的子弹呢 从他头上飞过去就打到二一次 这样 那个外星人跟天人在帮他 打二一次 打二一次 掐到二一次 那川普总统就扛在箱子 继续前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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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天人 天人和外星人一直在配合到 保护到川普总统 护到川普总统啊 好 川普总统扛起了这个责任 继续前进啊 继续前进啊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再见啊